大家好,我是研究师Jeff 很开心今天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讯息 上次我跟大家分享了在心血管里面有关于血脂的问题 今天第二讲,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讲一下 关于在心血管里的健康里面 关于胆固醇的问题 我们上次也说过,在我们关于胆固醇的时候 其实有三个胆固醇,我们非常注意的 第一个就是总胆固醇量 第二个就是坏胆固醇,就是越少越好 还有一个叫好胆固醇,就是越多越好 今天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总胆固醇的问题 我们指标来说,上次也重温一点 我们的总胆固醇最好的话就是在5.2以下 如果是坏胆固醇越少,就是在2.7以下 或者是好胆固醇越多,就大约在1以上就会比较好 今天想和阿东也重温一点 我们关于胆固醇的生理关系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很多的胆固醇 其实就是2成是我们在我们的膳食那里吃 但8成就是肝脏这样分泌出来 肝脏分泌了胆固醇之后 我们有些叫做LDL,低密度胆固醇 或者我们俗称叫做坏胆固醇 它就会将我们的胆固醇 带去我们的血管,带去我们的细胞 之后呢,有些叫HDL 高密度胆固醇,即是高密度的脂肝蛋白 俗称好胆固醇,就将它带离开我们的血管 带离开我们的细胞,回到肝脏或者胆固醇 这个就是一个生理的循环 所以我们要注意,为什么就是 肝製造出来的总胆固醇 我们的坏胆固醇越少就越好 好了,变成了走到我们的血管 走到我们的细胞 越少越好,它就不会 不断塞住我们的血管 好了,接着呢 其实呢 在有关胆固醇方面呢 其实呢,我们最好的话呢 其实呢 我们先讲一些 关于整体上我们的饮食 其实呢,如果你说预防心血管的问题 其实呢,在我们的饮食 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我会建议几样东西 其实都可能听过 不过呢 系统性的大家再讲多一次 例如呢 我们会小吃多餐 什么叫小吃多餐呢 就是说呢 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呢 我们都不要吃到很饱 坊间常常说 不知道吃到七成八成 如何衡量呢 其实很简单 你吃到不肚饿 你肚饿的时候可以吃饭 吃到不肚饿的时候呢 其实就可以停了 那接着之后 你说可能会 两三个钟后 会肚饿 没错 这个就叫小吃多餐 所以呢 你再肚饿的时候 就再吃东西 吃到不肚饿了 你就可以停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小吃多餐的 原则 第二的话呢 最好的话呢 如果我们用五谷类的话呢 最好就是用一些 全谷类的东西 不要一些精製的五谷 例如我们平时吃的饭 白米饭 我们是一些精製的白米 它将我们所有的穀殼 那些米 打到是没有了殼 那 除了那个营养价值少之外 其实那个纤维也会少了 也会吃多了东西 就是这样的 所以 试试一下 混一些的 糊米、红米 或者这份去买一些 我们叫五谷、十谷米 那里面就不是只有米 它会多了些糕啊 或者是多了些 燕麦、小麦 就是很多不同的东西 是比较高纤维一点的东西 还有那个 养价值会比较高一点 那最好的话呢 另一样呢 就是我们有足够纤维 那每日呢 其实就需要25克的纤维 那25克就是多少 那大家自己去 去计算吧 一斤的菜大约是8至10克左右 那一个中尺寸的水果呢 大约是4克左右 那这个 每日呢 总之是足够 25克就非常好 那 那 另外 关于 就是我们那个 心血管的健康的饮食呢 那刚才呢 都展示过一张片出来 那我现在 再展示一次 ok 没错了 就是呢 关于我们 特别 是这些叫高胆固醇的食物 就是刚才也说 其实呢 胆固醇呢 我们是八成是干做出来的 不过如果你说 我已经是 胆固醇的膏了 那我们那两成的食物呢 都应该要小心的 那么 很多时候呢 就是譬如那些鱼子啊 那些海鲜里面的膏 就是虾膏啊 蟹膏啊 或者是 一些 珠肝啊 这些这样 就比较高胆固醇的食物 那其实呢 其实都看到的 真的 这些我们不是整天 就是不停吃的嘛 所以怎么说呢 常常都是 饮食呢 是佔两成啦 而我们的肝脏呢 是佔八成 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那好吧 那其实呢 想讲一下关于呢 如果我们是 胆固醇国高的时候呢 那我们通常呢 都会是 就是过了个指标的话 那可能呢 资生就会开药给你了 那在药物方面呢 其实呢 就尽量 如果我们能够 控制到飲食 其实很多客人呢 都是的 慢慢控制到飲食啊 那时候呢 其实慢慢的 胆固醇呢 特别的肿胆固醇 会降低了 而呢 慢慢慢慢 医生就不用再 开药给他 那这个是一个好处来的 因为呢 刚才都说了 八成的 那个肝脏 都是肝脏 分泌出来 那 而 为什么我们 肿胆固醇 会高的呢 其实呢 和肝脏肯定很有关系 因为身体有足够的 胆固醇 但是为什么还要分泌呢 那其实 我们 我们对肝好的时候呢 其实呢 就是 在肿胆固醇 那个 身体的 量方面呢 其实呢 应该是会改善的 那我们听过很多 关于 就是对肝好 例如呢 最重要呢 就是我们有足够的休息 就是我们的肝脏呢 其实它不断地工作 就是 它在我们身体里面呢 一个我们最大的器官 内藏器官 那它会做消化 会做代謝 排毒 就是全部都是肝负责做的 那么 它就是非常努力 非常辛苦 所以呢 它尽量呢 第一件事呢 最好就是 我们要有足够的休息 足够的睡眠 那 以至呢 它能够 肝脏也可以休息 就是它能够再回复 就是我们的肝是会回复的 就是会 会復原的 你切了部分之后呢 它也是会復原的 那就是 所以我们呢 就是会看到有肝脏移植的手术 就是这样的 那香港其实呢 就是都很出名 就是我们 就是世界第一个做肝脏移植手术的地方 那怎么也好 我们要比肝休息呢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呢 就是 我们接触毒素越少 越好 那这个对于我们的肝脏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的身体毒素怎么来呢 那这样 可能是很多时候 我们的饮食都会是 就是我们吃的东西 就是刚才说的 精製的食物 那最好是吃一些圆形的食物 就是新鲜 就是原本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吃的那种食物 就不要是精製了 所以我们添加了很多 添加了很多食素 防腐剂 添加剂 添加剂的食物 我们尽量少吃就会更好 那或者呢 甚至是有机的食物 少一点的农药 少一点的化肥料 去做的一些植物 都会非常好 那当然呢 如果是可以 而尽量是 用少一点的药物 都是会好一点的 对于肝脏 因为药物来说 都是有一些毒素 那刚才我说过呢 就 比如是 如果是 如果是胆固醇高的时候呢 那我们可能就会用一些 的药物 那么 很多时候呢 医生都会开药物的 那这个我自己 上去 那个药厂那里看过的 那其实那些药物都会有这些副作用 例如 这一种的话 那个胃都会不舒服 我们的肌肉 或者是 那个的 关节 会痛 或者会拖 这个是副作用 那么当然 严重的副作用呢 就是 你会见到的 就是 就是肝脏会有问题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最常 是医生开给病人的 其中一种的 胆固醇的药物 那所以 就是我们会见到呢 就是 因为它本身有毒素 它会对肝脏有影响 那所以 其实呢 它会减低 它其实呢 它会 它会 阻止肝去做胆固醇出来 那这种药物就是做这种东西 那但是 长期用的话呢 其实呢 就不是最好 那我会建议怎么样呢 那就是 你当然了 那医生要去吃药 那你就要吃 但是呢 我会建议一样东西 就是呢 原来呢 水溶性纤维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 这个 就是 帮助我们 降胆固醇的 那 其实呢 我们在这个饮食里面呢 其实我们有两种的纤维素的 一种叫做水溶性纤维 一种叫非水溶性纤维 就是 换言之就是 融在水的 所以呢 它遇到水的时候呢 通常呢 就会变成 破坏了 就是一坨东西 这样的 这就叫做水溶性纤维 例如 很多的水果都是 水果 包括比如 苹果 士多啤梨 其实很多水果都是 瓜类 全部都是 那 还有 比如 比如烟蜜 就是 豆 乳 乳 这些全部 我们 那些乳 就是 那些乳的 就是 那些种子 就是全部都是 一些的水溶性纤维 那我们平时有一些 是非水溶性纤维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实实正正的那些 那些 就是我们平时煮食的蔬菜 这些 红萝卜 大麦 就是这些这样 就是非水溶性纤维 那 两样我们都要的 就是 非水溶性纤维的话 它会帮助我们 叫做 鱼洞 那 水溶性纤维就会帮助 软化我们 腸里面的垃圾 或者便便 让我们容易排出来 但是它真的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 它是可以 帮助 降胆固醇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它会和 这些胆固醇 在我们的腸里 黏在一起 以至 它是 不会再吸收 就是 过量的这些胆固醇 就不会再 在腸里吸收 然后 我们便会排出去 过来看外 所以 为什么会降了一些多余的胆固醇 就是这样 所以会看到 譬如 我刚才说 墨皮 就是水溶性纤维 所以 美国生肿协会 也做了一个临床 就说 我们每天 有3克的水溶性纤维 就可以帮助 降胆固醇 所以 这个就是 为什么我们 有时候 你会看到 外面买的时候 有些燕墨 它有这样的标签 可以做到 但是 不过3克 其实挺多的 因为通常 如果你看到食物标签的时候 它们一个surfing 就是 这幅图 比较蒙 它说 Zero has 1克 每一个surfing 每一个飲食的单位 只有1克 就是 你要吃3 就是3倍 它的建议分量 才可以有3克 所以 这个 大家要留意 好 另一样 就是 其实 很多的 东西 是帮助到 我们去 做好 我们的血管 例如 减了 胆固醇 另一样 就是 原来 我们的胆固醇 我们叫做氧化了 它才会黏住我们的血管 氧化 就是 我们譬如 切开苹果 它会生瘦 例如 一个银都会氧化 生瘦就叫氧化 那 其实 那些胆固醇 都是会氧化 它氧化了 才会黏住我们的血管 跟着 就令到我们的血管 一直塞下去 那其实 有一些 我们叫做 脂溶性的抗氧化剂 就是什么意思 第一件事 脂溶性 我们知道 它和脂肪 会一起黏在一起 这叫脂溶性 是溶的脂肪 第二 就是 抗氧化剂 就是说 它和脂肪黏在一起 之后 它叫脂肪不氧化 包括胆固醇 所以 这些食物 其实 可以帮助我们 叫胆固醇不氧化 然后黏住血管 所以 其实有什么 有什么 食物 有脂溶性抗氧化剂 其实 凡是 有很多维他命 A 维他命 E 这些食物 就会帮助我们 维他命 A的食物 包括蛋 红萝卜 番茄 南瓜 这些 而很多维他命 E 比如果仁 全麦的食物 就是有些 小麦的 杯牙 都是可以 就是有很多 维他命 E 另外一种 滋溶性抗氧化剂 就是说 鱼油 奥米加3 这些都是 滋溶性抗氧化剂 就是如果我们 补充多些鱼油的话 其实也会帮助到 我们 我们身体里面的 胆固醇 是不受到氧化 而它不会黏住我们的血管 都补充一句 其实我们选择鱼油的时候 最好就是 不要像普通的鱼油 它是透明性 透明颜色 如果你有遮光系统的鱼油 就会更加之好 其实鱼油 真的有很多好处 就是 我们选择的时候 最好就是 譬如在小鱼那里 如果你去选择鱼油的时候 那个 就是产品 那个介绍 它是一些 比较少 就是 重金属的 因为 如果小一点 它就不是一个 深海 没有那么多重金属 那 就是 如果它发酵的时候 就不是 就是 有些叫肌溶剂的东西 也都是 就是没有不好 我们有很久的认证 其实 你会见到 美国FDA USB 这些认证 其实 如果你选择的时候 最好有很多认证 就更加好 所以呢 今天就讲到 关于我们的 总胆固醇量 那 就是 summarize一次 就是我们 可能是有足够的 水溶性纤维 会帮助到 是吧 那 每日三刻 是吧 第二 就是如果我们 有一些滋溶性抗氧化剂 有足够的话 也都会帮助到 我们 那个血管 就 不会受到 太多的 胆固醇 你要破坏 你要黏住 你要塞住 那今天 这一集呢 就讲到这里了 那大家 记住 是 对我们的血管好些 祝大家健康